包括十塊錢 包括五塊錢 包括一塊錢 拿出國幣 國民黨怒氣衝衝 再批促轉會主委楊翠 憑什麼擅自主張改版國幣 改波幣扯到夾娃娃 不只比喻失當 連綠維也看不下去 是當務之急 這很多人在到處傳 說要花多少錢要改 改這個國幣 那當然沒有這回事 談國幣的問題 國幣這個還有幣制 應該是中銀行主導 所以促轉會現在提出來這個 我覺得沒有這個急迫性 民進黨認為改國幣不是當務之急 楊翠身為促轉會代理主委 IP只會操弄意識形態 國民黨團要求滅東廠 到促轉會貼封條時 當時發言人楊翠在臉書發文 被台師大教授林保全反批 楊翠文章充滿衝天的仇恨與怨念 如果一些受過迫害 甚至未受迫害的人 姚聖便成為迫害人 會是臺灣最大悲哀 會是臺灣最大悲哀 楊翠會不要違法認定 臺幣是威權象徵 選擇性的正義 絕對不是正義 楊翠口中的正義 就是在報仇 楊翠是活在 過去的鬥爭的 那個時代裡面 你撈了臺灣人民吧 撈了臺灣人民吧 楊翠祖父母曾是二二八事件 白色恐怖共產黨員 兒子魏楊曾參與太陽花學育 擔任促轉會主委楊翠IP 打著轉型正義 行鬥爭之時 正義在天一筆 謝謝石文賢 陳欣宜 台北報導